各位朋友 大家好 又是樂報我不講場 我是余榮樣 也有鄭重輝 你好 大家好 輝哥做粵劇和唱粵劇 都有差不多的份量 所以輝哥和我說幾集 關於不同粵劇和粵劇的情況 都很精彩 令我學到東西 今天也想和輝哥說一下南蔭 南蔭經過粵港澳向中央去申請 已經成為了非物質文化遺產 其中澳門很有名 因為以往有些很出名的靈人 好像白居榮 他說他都是澳門學南蔭的 另外澳門也有一些代表人物 但是如果說澳門 香港的澳門已經是去世的 就很有名氣的 他也曾經在一些很出名的歐洲地方 演出過 講歌聽文的 還有他幸好有出席香港電台的一些節目 令到有些的錄音可以流傳下來 因為他曾經錄下了以南蔭方式 去唱他自己一生的情況 我想道換在香港的南蔭方式 可以流傳下來 就當得唐健行 唐健行就是一個學者 他本身都是博士 但是他對於另類的粵曲 就非常沉醉下去 他自己也有玩樂器 有唱 他不是做樂器 他做古增 他不是叫做古琴 很漂亮的花梨木 這個真的很難得 所以有一個這麼熱心的人 去講道換的生平 甚至唐健媛 他是親自和道換錄音 很多餅帶 接著也親自拜過道換為師 誰知道被一個名唱家 孤尺引其名 有一次就丟失了這些錄音帶 很可惜 所以這只是流傳到現在 道換能夠出給大家聽 我有陰謀論 我看回那個故事 我當是故事不是歷史 我有陰謀論 會不會真的自己收鬼賣 是吧 其實你喜歡的 在玩什麼方法 他就多剪刀 為什麼搞到不見了 這個真是很糟 我們講到香港 其實我們分幾部分講藍陰 我想藍陰 很多人認識藍陰 因為粵曲裏面有藍陰 認為藍陰是粵曲的一部分 特別有些很出名的 萬惡淫為首 令到人對藍陰有認識 從萬惡淫為首 有些人認識到客途秋恨 其實藍陰是一個獨立 在粵曲以外的獨立曲種 特別一科 可以說 他的調是幾個音 幾個調 就襯托著演唱者 唱出一個完整的故事 他就是一個 好像平壇的說唱一樣 雖然完全相同 亦都是和梅調 唱來唱去這幾句 但是呢 直轉這幾句 拼音樂 就可以原原本本講一些故事出來 我們常常講澳門 其實澳門在藍陰那方面 可能我是澳門人 我認識澳門的東西多些 香港有些藍陰高手 或者我也是不太認識 我們當然在傳媒上面見到的藍陰高手 除了道門之外 唐建門 還有梁漢威 還有阮兆輝 阮兆輝是後期的 其實澳門 包括唱藍燒衣 澳門反而 我聽過的 我不是認識過的人 認識人有幾位 我最初聽藍陰 反而是王德森 王德森故事 古師姐唱 他在六川電台都有唱 還有一位 就是李銳祖先生 港澳兩地酒 因為我在澳門認識這個人的存在 這些是前一輩 李先生 我以前在他生前的時候 和他喝過咖啡 數次的 李銳祖先生 和唐建門有些相似 我以前在你的地上 和他喝咖啡 以前在光復街天天咖啡 你不知道有沒有和他在那裡醉過 沒有 我就不在那裡醉 還有歐軍場 中期的就是歐軍場 但是澳門 我又是不能夠確認 又是據聞 原來澳門第一個錄 老音打也好 唱面也好 藍音的人 是楊卓光先生 楊卓光先生 我想很多朋友都對他很認識 因為他真的是才子 什麼叫才子 琴棋絲畫 他就玩音樂 他就打電音波 又不錯 他唱藍音 又是OK 不錯 做幾年書展 他曾經在書展上 有現場去演唱 因為他配合有一本書的內容 和他演唱的藝術有關 所以男音 你說起吳明梅女士 梅衣 其實我是老實一點的 因為我跟他都很熟 這些是說熟的 不是一個扁 我現場都聽到他的唱 一個不是扁 我們不是叫他做梅衣 我從來沒有叫他做梅衣 一是叫蔡師奶 一是叫蔡婆 大家行家老友 都是這樣稱呼吳明梅女士 吳明梅女士當年 是跟歐坤祥兩位合作一個叫 長樂樂園 他那時候兩個都是拍眼當 將樂園搞到有聲有色 他唱藍音 反而我沒有真相過 因為他主要是玩洋琴 他主要是打洋琴 所以他唱藍音 我真的沒有聽過 藍音通常都有多少優怨 一般不會用藍音來唱 那些喜樂的東西 說一般 所以適合梅衣唱 因為他唱出來 有一種優怨的味道 而以他這樣的年齡的時候 那個演繹才是到位的 太年輕的女士 就很難演繹 年輕的女士唱歌 而有一種穩美 但不是藍音 就是有小明星 其實藍音 我相信 又是沒有鑽研去講這番說話 以前的思良 很少唱藍音 他唱另一種東西 但藍音主要都是男性去唱 首先講藍音是男方的男話 不過我現在講的是 男女的男的男性去唱 簡直是N字 南 南 而且很多內容都牽涉到封塵裏面的東西 我們看過燕之寇 燕之寇 曾經他唱過一段藍音 我們看過內容 你剛剛講的藍燒衣也好 客途秋恨也好 都是講到一些封塵的女子 和公子之間的感情故事 都是哀怨的東西 還有比較多用的就是用一些歷史的故事 比如霸王別姬 坐漢爭那些 他都是用這個故事裏面 是將這些內容 是他用這個曲調 這種方式的表現 南音的前身 他亦都是輕歌曲詞 是七個字一句 他很多時候 南音其實 當然不是我們這代人寫的故事 據聞是由清朝開始流行 清朝開始流行的 這個廣東東西 我們真是授數南音 你見不見到有什麼清朝 我們說這個東西是廣東東西 你怎知道它是廣東 你說那一碟菜 這個是粵菜 未必的 還有廣東音樂 這些由於有粵譜 記錄了下來 有廣東音樂 廣東音樂 反而可能拿了其他的營養 在一個曲綜裏面 但藍音是絕對很地道的廣東文化 廣東的曲藝 而藉著曲藝 表達了很多不同的事 其中有些可以唱自己的 而第一身的 這個我也特別講 因為有些唱戲是唱其他的 你看到以前邵氏的一些黃梅調戲 李坤都在唱他講別人 講過皇帝是怎樣的 但是藍音很多時候你看到 第一身 那些人演唱 他有時候投入 他的字是第一身 而他的表情都第一身 還有一個 藍音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一件很奇怪的 藍音很少是平後的人去唱 其實有些人說 男人就是平後 不是的 男人不是等於平後 男人是等於一些年輕的男子 叫做平後 如果年輕就很難 但是藍音呢 他一般來說都是一種滄桑味的人去唱 他用一個好像 緬懷過去的感情 所以有時候你聽回一些藍音 唉 這個矮字是經常聽到 因為他不去 他要先休息 第一是休息 第二是內容的問題 都是一些柯軟 這集真的不夠後 我們有機會再講 或者有機會請輝哥 用藍音唱出來 多謝輝哥